由于西方信事短暂 信事之前的历史机灵苟碎 又一团麻线 所以研究信事之前的历史时 就必须研究地下文物 近代欧洲崛起之后 开始以他们的标准 衡量世界各国的文明 由此指出中国的夏商二代不存在 中国文明史是从周朝开始的 甲骨文出土之后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证实了商朝的存在 按照当时学者评估 商朝取代了夏朝 因此甲骨文中应有夏朝记载 但在甲骨文中 并未直接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 那么甲骨文中真的没有夏朝吗 事实上 百年来的研究 至少已经发现了两处重要证据 夏的称呼是自称还是他称呢 周人称呼商人 多数为因少量为商 但商人自称都是商 他称可以与自称相同 也可以与自称不同 甚至可能因为政治因素 文化贬低需要 他称与自称大不相同 风马牛不相及都有可能 那么夏的称呼究竟是自称还是他称 周代使书中不发 习我先王室后继 以服侍于夏 周人是大禹的重要助手 负责 搏走树坚实先使 等 周人是夏朝铁杆盟友 因此对 夏的称呼应与自称相同 而以周人普遍称呼敌对的商朝为 因来看 商人称呼敌对的夏朝 大概不会叫夏 因此甲骨文中找不到夏朝的名称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既然如此 商朝会如何称呼 夏呢 甲骨文记载 西义 史书记载 西义夏 甲骨文没有直接记载 夏 却频频提到一个叫 西义的地方 历代伤枉担心 西义鬼怪谋害自己 于是不断祭死西义 按照正常理解 必然是商人队 西义做了什么不忍之事 所以才会担心被西义鬼怪谋害 所谓西义即为西北的城市 在史书上 西义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夏都 尚书太甲上 为隐功先建于西义夏 大义是 夏末商出 伊尹亲自去过夏都西义 相比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商人而言 夏人位于西边的河洛一带 所以商人称之为西义 其实正常称呼应该是夏义 夏如白虎通中说的 夏曰夏义 商曰商义 本世纪初 新华简横空出世 其中尹号一文记载的内容 更是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 为隐记及汤贤有义得 隐念天之拜西义夏 商人祭死西义 是因为商汤灭下 所以商人担心夏人化为鬼怪谋害伤亡 因此综合各种文献记载来看 甲骨文中的西义 应该就是夏朝的都城 甲骨文记载 土方 史书记载 与夫下土方 西义只是一座都城 可以指代夏朝政权 就像现在说 华盛顿当局 伦敦当局 等 但与正式国民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甲骨文有没有记载夏人诗里呢 传史文献记载 诗经商颂中说 洪水茫茫 与夫下土方 上书顺典中说 地理下土方 设居方 其中夏土方 三个字比较特别 当理解为夏 土方时 土方是一个国家 当理解为夏土方时 夏土方是一个国家 但从上书金藤记载 乃命于地庭 夫又四方 用能定而子孙于下地 来看 应该是夏土方 从而与上天对立 是一个宽泛笼统的地域概念 泛指与上天相对的所有地域 大于是夏土方 知主管理夏土诸侯 也符合历史记载 根据甲骨文记载 在商王武丁时期 土方是商人大敌 武丁每次征伐土方都全力以赴 出兵最少也是 登人三千忽伐土方 出兵最多达 供人五千伐土方 最终五丁征伐土方 将其变为商朝北土 五丁还不时时查此地 补辞上叫做王行土方 问题在于甲骨文中的 土方于史书记载的夏土方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政权 或土方是夏土方政权的延续呢 上个世纪 郭默若研究后指出 土方据殷经 经河南安阳约十二三日之路程 每日平均形成八十里计 以在千里之下 则土方之地望在今山西之北部 文献中的朔方 玉方等 其实就是土方 朔方与土方读音相近 后来学者推算 土方大约在如今山西宿州一带 从帝望上看 古代文献中有朔方郡 先秦市的地理位置 在内蒙古核桃地区 巧合的是 如今山西宿州 毗邻河桃地区 朔为阴历每月初一 一月之始 所以 朔也引申出 初始等意思 宿是以土模拟出万物形象者 因此 宿与 朔尽管读音不同 但实际存在紧密的演化 因此 宿州 朔方 应该都是土方在此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 近代学者根据史书记载 大致圈出夏朝统治中心 后来在河南洛阳发现二里头遗址 尽管还没能得到百分百的确认 但二里头遗址的确是早于商朝的一个庞大势力的都城 最可能是夏朝的都城 史书记载 商唐密下之后 其中夏人一支逃往北方 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匈奴祖先 夏人是不是匈奴祖先暂且不论 但如果部分夏人北逃 那么最大可能就是顺着黄河向北 起初可能是逃到了如今山西运城下县 先秦时古人认为这里曾是夏都 之后继续北逃到宿州并发现了土地肥沃的核桃地区 所以核桃地区也就留下了一个朔方的地名 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土方位置 非常符合当时北逃下人的活动空间 也即土方应是参与下人建立的地方小政权 甲骨文中的西义 史书上的西义下 甲骨文中的土方 史书上的下土方 甲骨文中土方在宿州一带 又与史书上记载的下人北逃路线相符合 历史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 巧合的背后往往都有必然的关系 由此不妨大胆假设一下 大禹治水之后获得万民拥戴 自称上天拍到人间的代表 统帅天下 夏土的诸侯由此建立了 夏土方 商人眼里的夏朝也叫 西义下 犹如周人眼里的商朝 又叫 大义上 只是甲骨文中省略了 夏字 只写作 西义 商汤灭下之后 商人代表上天统治夏土万民 夏人自然没有资格再代表上天管理 夏土了 于是商人称呼 夏人残于施力时 只称呼 土方而不是 夏土方 周人曾是夏人铁杆盟友 灭伤之后谈及夏朝时 可能由于时间久远 就用读音相同的 夏代替了 夏 也可能基于美化夏朝的原因 因为夏字有大 雅的意思 于是就称之为 夏接下来说 夏朝之前有余朝吗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王朝和部落的区别 中国史学家公认的夏朝 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这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 网上却有人说 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渔朝 甚至还有一个唐朝 我只能说 夏朝之前有唐 渔等部落 或者是早期的城邦国家 方国都可以 但是就不能说唐渔是王朝 首先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什么是王朝 王朝 历史上指一个国家 有某一家族统治的时代 也就是说 一个朝代基本是由一个家族统治的 而且其内部推行的是世系制度 因此 1912年清朝灭亡后 中国的君主世系制度宣告灭亡 也就是宣告中国王朝的历史结束了 所以 王位世袭被看作一个王朝的标志 中国在武帝时期 推行的是善让制 这是一种 从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出现的 军事民主制度 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军事长官 王 必须由部落的长老来推举 王负责军事征伐 名义上不能干涉内政 但是王在掌握军权后 往往会采取强制措施 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 为了能够将私有财产传承下去 往往会产生一些争端 根据竹书纪年 近年姚舜时期就产生了不和谐的 善让制 这种善让制一直持续到了夏朝初期 大宇是经过善让制而上台后 他也先后确立了高瑶 博弈做自己的继承人 可是大宇去世后 大宇的儿子夏琪就和博弈为争夺王位发动了战争 最终是其胜利 其最终实现了将权力垄断在家族内部 从此 家天下 取代了 攻天下 世袭制度出现 夏朝才正式建立起来 夏朝被视为中国第一个王朝 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唐和鱼是什么 先秦时期的唐 全称为陶唐氏 也就是姚所在这个部落 可能活动于山西一带 后来晋国祖先也被分封到了这里 所以晋国最早的封号是 唐尔 鱼就是一个叫做 有鱼氏 德部落 其著名的酋长士顺 姚曾经经过 善让成为了华夏部落联盟的军事长官 姚晚期 也想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丹珠 但是 有鱼氏的酋长顺 却发动了政变 囚禁了姚 逼迫姚将王位传给自己 山海经 称呼丹珠为帝 可见他曾经的帝位 后来 顺也想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上去 但是夏侯氏的大宇威望更高 获得了诸侯的支持 最终得到了王位 韩妃子说 顺逼姚 与碧顺 汤放节 武王伐咒 此四王者 仁臣士气君者也 以上旧的陶唐氏和有余氏 都只有一位酋长 担任过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 怎么能够算是王朝呢 当然 他们都试图建立一个王朝 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实际上 夏朝的建立也是波浪起伏的 夏后起驱时候 其次太康继位 但是被东一有穷士的后裔夺取了王位 后来后裔又被韩卓所杀 如果夏到此就结束 那么可能夏朝也算不上一个王朝 只能算是善让制和世袭制的过渡时期 不过 后来的邵康实现了中兴 重新确立了夏后世的统治 这才使得夏朝巩固了下来 因此 中国第一个王朝就是夏朝 而夏朝之前的陶唐氏 有余氏 女娲氏 有熊氏 轩元氏 神龙氏 福西氏等都是部落 并非王朝 而且这些部落在夏商周时期 还继续存在 例如 有余氏在夏朝就被下封为余国 专须氏的若木 博弈之子 被封到徐国 到了西州时期 还在分封三皇五帝的后裔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